Hi,大家好,我是Doris,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一个Chloe Test Bag的测评 在我之前的黑五购物分享中 其实有跟大家讲说我有买这个包包 但是当时因为还没有用过 所以就是讲的比较简略一点 今天在用了一两个月之后 我的视频会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讲一下它的优缺点 第二部分就是它的一个容量测评 第三部分就是它的一个日常搭配 你如果也有在观望这款包包的话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那我们就开始发 这个就是我的Chloe Test Bag 它的官方颜色叫做Cepia Brown 我的这个大小是Small Size 它还有一个另外比它大一号的 但我觉得如果你身高大概在一米七以下的话 我觉得这个大小就完全够用了 就是我之前有去店里面试过一次那个大的 我觉得因为它整个大一圈 所以它前面的这个金属环也变得比较大 所以说你的身高压不住它的话 就觉得前面那个有一点大的夸张了 所以这个大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我平常 就是出门比较休闲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包包 那Chloe包包呢 我是一定推荐大家在折扣的时候购买的 就是千万不要直接在没有打折的时候买 因为他们家的包包基本上就是这一次不打折 下一次你看到的款可能也会再打折 然后通常电商都会给你一个什么discount code嘛 然后有很多品牌不参加 但一般Chloe的包包都是参加的 所以你就是随便多等个一两个月 如果你没有那么急着背的话呢 你就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价钱 并且在电商上买 本身如果你人没有在欧洲的话 它也会有一个定价优势 然后这个包包我是在My Teresa买的 就是也是在打折 然后它也包税的情况下 所以还是比在日本这边会划算非常非常多的 那Chloe的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从它之前的小猪包啊 Fay啊Nile 就是刚出来的时候人气非常的高 然后当时我也都很喜欢 但是看了一段时间 其实就失去兴趣了 可能那种包包就是形状 比较没有那么classic 但这个包包它自从2019年出来的时候 我就蛮喜欢的 然后直到就是现在我看到它 我还是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日常 然后很实用的包包 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说 那看了这么多年的Chloe包包 终于买下第一个 那这个包包呢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就是以磁铁开合的 所以日常情况下是蛮方便的 打开之后呢 也是比较简单一点 前面一个小口袋就是放一些收据 然后中间这一个大的口袋 就是放你平常的必需品 它后面的这个小口袋呢 大家看得到其实是蛮费的 里面可能能放一下两枚硬币吧 就是这样子伸也伸不开 所以就当做它不存在就好 那我就讲一下它的利弊好了 那这个我能讲到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它的这两个肩带 它给你付了两个不同长短的这个肩带 并且粗细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短一点细一点的肩带呢 它作为肩背包就是一个很好的腋下包 并且它这边的长度不会说太短 就是你冬天穿比较厚的大衣的时候 这边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卡 所以这个是很适合我整个身高跟身材的 另外呢它这个长的肩带 它是给你付了五个不同的这个长短的孔 所以对于身高上的要求就比较放松一点 不管你是1米5啊还是1米7感觉都能选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长度 另外它这个肩带因为比较宽嘛 所以背起来它的舒适度也是蛮好的 就是我里面包包就算装满了 就是装的比较重一点点 然后背一下我也不会觉得我整个肩膀就是在往下压的这种感觉 那另外我觉得它这两个东西因为是可以完全取下来的嘛 所以如果你的身高真的是比较高 然后你还是选择了这个比较小号的话 我其实觉得你可以把这个下面的这个环扣hook搭在上面 这样子的话呢整个这个包包这个肩带的长短 其实它会变得更长一点 然后比较适合就是身高非常非常高的女生 那另外呢如果你身高要是很矮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扣在下面整个这个其实也会变得更短一点 所以它在肩带的这个调节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versatile 然后可以适合很多很多不同身高跟身形的人 那第二优点呢就是它的hardware 它这边是金色跟银色配在一起的嘛 其实Chloe家就是很多包包包括Fay啊 然后还有Nile bag 感觉都是金银配在一起的 平常我自己是喜欢带金色类的首饰 因为我皮肤本身就是比较黄皮 但是如果是带婚戒的话呢 感觉银色也可以跟它搭配的很好 所以从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呢 就是适合很多人不同的风格 那第三点呢就是它的安全系数 我觉得这个包包刚刚讲说它是磁铁嘛 这个磁铁的吸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 可以听到吧 就是你需要用一个力气才能把它这样子打开 然后在你想要合上的时候呢 其实你不用说这个一定要对准它 你就平常走在路上这样子随手一放 它自己就是会找到它这个口 然后自己合起来 所以它因为自己会光合的很好嘛 然后它又足够的有力 所以平常走在路上是不太害怕别人 就是直接能够伸手进你的包包里拿东西 就是它想把你包包打开 你一般是一定有感觉的 所以它在安全系数上面 我觉得也还蛮好的 那接下来的优点呢 就是它的自重 我觉得对于一个有这么多金属 hardware的包包来说 它的自重算是蛮轻的 它当然不能跟那种完全没有hardware 比如说Loeve Puzzle Bag的话 那它是比Loeve Puzzle Bag重 但是就是跟我其他的 有很多金属hardware的包包相比的话 我觉得它的自重真的是蛮manageable 然后并且里面 等于是这样一个帆布的质地嘛 因为它不是皮的 所以也会减轻一下它本身的自重 再加上它的这个包包的肩带 是背起来很舒服的 所以在重量方面 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 那最后呢它的优点就还是它的容量 等一下我会做具体的容量测试 但是大概跟大家看一下 我如果把手机放进去呢 它基本上就是快要看不到它的这种感觉 所以它的容量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那讲完优点呢 我们讲两个主要的缺点 我在这一两个月之内发现的吧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金属hardware 会发出声音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呢 应该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意的 特别是如果你平常是有习惯戴手镯呀 就是手镯本身就会动的时候发出声音嘛 你可能就不太在乎这一点 但如果你平常就喜欢 就是周围很安静的人的话呢 这个其实是蛮明显的 跟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你平常如果走的比较快 或者是比如赶工车之类的 你跑步的话 这个是一定会有声音的 其实平常如果你在一个 比较吵闹的地方 你不太听得到 但是如果你是走在一个 很安静的地方的话 这个是一定听得到 就是旁边的这个东西 会金属打金属的这个声音 所以你要看 你能不能就是忍受得住这个 对于我来讲是OK的 所以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 可能会觉得它太吵 那它另外一个缺点呢 就是它这个光滑的牛皮的皮质 真的是比较容易被刮 因为如果你要是近看的话呢 我这边是有一个小小的刮痕 这个包包呢 其实就是这个皮质非常的好看 因为它会有一个很光滑 然后很亮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就算是比如说指甲稍微长一点 或者是指甲不小心弄劈掉啊 有一点点小锋利的东西 它这边就是会有一个印记 并且它不像那种小羊皮一样 感觉你拿一个比较软的布 这样多擦一擦 然后小羊皮有的时候 那个刮痕就会变得比较不明显一些 那这种牛皮呢 你刮上去了基本上就是一道 然后就是不太容易再把它就是变得不明显了 所以如果是非常非常介意包包被刮的人的话呢 我其实建议你是买另外几种皮 因为他们家应该是至少有三四种不同的材质吧 然后这一款我当然是觉得最好看 但是也是最不耐刮的 那么接下来就做一下包包的容量测试 OK我先放一个粉饼 然后就是我的这个钱包卡包 把手机先放进去 它的这个宽度也是足够的 另外呢再把我的口红放进去 然后耳机 这边有一个镜子 通常镜子这种扁平的呢 我就会放在前面 然后钥匙也可以放在前面 然后放在里面就是更安全一点 疫情期间都要拿汉sanitizer 然后上面还有很多空间 我放了一个蛮大的护手霜 如果有小的话呢 就是更轻松一点 那现在其实上面还有一点点的距离 我觉得总体上来讲 这样子合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然后它总体的这个重量 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重 今天呢一共有五套穿搭 里面有裙装也有裤装 我用到的单品呢 也是大家比较常用到的 风衣啊 皮衣啊 还有西装外套 我用到的博士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你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我没有讲到的一些细节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如果你喜欢包包的视频的话 就请各位一个like 并且subscribe to my channel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